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这次真的造型也好 拍出来的效果也好 我觉得都很美耶 谢谢 而且还有两个版本 秀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版本是什么 那是情人版 那在台湾的棚内拍的 那主要是 为什么这一版叫情人版 因为其实这张会分情人知己 知己的 情人的东西比较跟以前不一样 是在他的造型 有去做一些些尝试 以前可能比较看不到我在镜头前是不笑的 这次有点酷酷的 有一些 有点帅气 我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些个性 对对对 就不是甜美派就对了 对对 所以大家看到我可能都是笑嘻嘻的 可是你那一张也没有笑啊 这一张就是知己版 然后它是比较 在思考 在幻想的我 那这是完全都在日本拍的 所以是怎么样 文艺觉得自己要把那一个比较文艺抒情深层那面拿出来吗 其实我觉得是希望可以给跟朋友看到 就是比较跟以前专辑不太一样的东西 是 嗯 对 是 可是我觉得拍得很成功耶 谢谢 你觉得呢 我觉得 就不太笑着你 因为这个是不像以前拍封面可能是在拍MV的时候顺便拍 那这个也是 但因为我在日本在府警拍MV 然后是一个好像在旅游在探索的心态 所以到每个地方都觉得很新鲜然后很好玩 像这个封面就是我记得是在电车上拍的 OK 然后身边还有很多穿着那个日本高中制服的男生 男学生女学生 所以就真的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日本人一样 很有feel 有帅哥吗 年纪很小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还去闹他们 就是跑到他们中间去坐 然后跟他们要求合照这样 然后他们就好害羞好害羞 真的吗 嗯嗯 但他们制服真的好好看喔 真的好好看 就就像电视上看到的啊 是那个领子开的比较 大男高手有没有 有有有 很帅 男生穿着就很挺 嗯 这次去辅景 而且好像也成为了辅景的观光大使嘛 对对对 还是要跟大家讲 他到底这是在日本的哪里呢 然后他有什么知名 他比较到日本的西南一点点 然后呃 这次去其实也是透过县政府的推荐 然后找了一些合适的点 然后刚好也符合这次MV导演所 安排的一些剧情 就要找到一个比较 朴实比较平凡单纯的地方 嗯哼 那我也是第一次去日本 然后第一次去就到福建 我觉得那个印象就整个很好很好 然后 呃 也当然去了一些他们推荐的的一些点 例如像温泉 然后 有洗吗 有 有拍照 有入镜吗 有 但是就是没办法你知道 露到什么程度 就是在拍的时候有侧拍啦 就是有带回台湾一些画面 然后就是围浴巾 浴巾 然后他们一拍完我就全部都脱了 哈哈哈哈 你说全部脱就是你去泡就对了 对他们就就离开去做他们的事 然后我就留在房间 不然住了一天好浪费哦 是是是 欸你是在房间泡个人的吗 对对对 他其实是户外耶 你说每个房间都有一个 真的对啊 然后他一个晚上好像三万多块 台币 所以派你去当大使来振兴日本观光就对了 对 也就是很好的机会啦 因为MV里面也有一些就是 台湾拍不到的东西 对啊 然后还有吃了月前蟹 螃蟹 然后又去做了日本的盒子 就有到有到这些地方去吃 盒子是什么 盒子就是 呃 我 是哪两个字啊 就是和服 和式的和 然后纸张的纸 和纸 它就是可能大家有印象小时候 不是有色纸吗 是 然后有些材质比较不一样 比较厚 然后粗糙一点点 然后是日本的一些图语 一些花纹 图鸭 就是拿来 有人做鸭花 有人写书法 然后也有人在上面 就是做 那个要怎么说 其实也差不多像做纸那样 是木头 然后去泡 然后纸浆 像做 所以听起来有点文化之理就对了 对对很好玩 一切都是手工纸做 很复古 所以很多人一去日本都是先去什么东京啊什么这类的 没想到唯一第一次去是一个比较纯朴的 对对对 比较自然的区域 反而觉得好幸运 嗯 对啊 而且那时候也刚好遇到 那个大地震 我们人也在日本当时 你说当时 对对对 就是1号的当天 我们人也还在日本 所以你就那时候去拍的啊 就前两天 然后就是地震过后 那时候有感觉吗 因为我们在户外 然后没有什么感觉 那个地方 所以西南方已经没有太多感觉 对对对对 可是后来包括停电啊限电等等的 那边也知道消息吗 知道 那我们是上游览车才知道这么严重的地震 就是打开新闻 然后大家都在空拍啊 然后都在报道啊 可是你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 周围的气氛不一样了 因为全国都在暗岛 也算是个国难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选择去这样的地方 拍这样的MV跟照片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张情人之己的 一些曲风啊 或者主题跟前两张有点不同 对其实这张 我其实一直自己的个性就是很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是 然后这张当然有保留了一些 过去有可能 歌迷朋友比较喜欢听我唱的一些情歌啊 或者是甜蜜的歌 像情人之己啊 情人之己你觉得比较像以前的 也不是耶 但是它的旋律可能是以前大家听过的像三个愿望这种甜蜜的东西 爱一直存在 可是我觉得我在唱法上有找到一些比较新的方法 譬如 不是说新的方法就是对我自己来讲 可能 像这次录音这是阿迪亚老师录的 然后 他给了我一个功课就是他希望这整首歌 不想听到我换气 举例来说是这样的 其实还是要换啦 很不明显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他 他说如果太换气太用力或怎么样 容易 就是像撒勾鞋啊 三琴啊 那就是这首歌里面 不要的 不要有的东西 那这要怎么收 其实就是 要很用力耶 反而 越轻就要越用力 就是肚子的地方要 因为中间呼吸也不能很大声 对对对对 可是 你如果 在那个歌曲里面 然后你非常熟悉他 然后你也想好 我要什么样的画面 什么样去唱的话 其实 这还蛮顺的 老师只是就引导我一个方向 让我去发挥 所以是每首歌都不能换气喔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 这张成为梁维英憋气专辑 憋气特技表演 没有啦 每首歌都有不同的挑战 像《孩子》 这首我喜欢 谢谢 《孩子》这首歌 这首有点深沉 对 然后他如果在技巧上的挑战 就是真假音一直在转换 然后你要把它唱得很顺 就我在收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 陈威权根本就是在整我 他 他demo有没有唱歌 有有有有 他有唱 但是他没有歌词那时候 所以他有真假音吗 他就用哒啦啦的 他就用哒啦啦的 有 他唱得非常好 他也有 嗯 然后第一章的 《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 也是他写的 所以我每次觉得 哦收到他的歌其实很很兴奋 可是又有功课要做了 是是是 对据说刚才有一首很难唱的歌现场 我们可以听到 可以可以 原Key版 这样Key版 原Key版 原Key什么Key 哈哈哈 说得好 反正我们今天就迎合Key好了嘛 对不对 我们就 来听一段《孩子》好了 好好好 我从副歌唱 可以看歌词 不好意思 说爱我的那一天 你疼我像个孩子 离开我的那一天 却要我更长手电 我学着不掉眼泪 我可以独自表演 也无所谓 我的天真 你看来多愚昧 你转身的那瞬间 我恨我像个孩子 为什么口是心扉 比自己想开一点 我不要你的抱歉 只想问你心里面 你还记得 孩子气得多吗 好听 谢谢 给自己鼓鼓掌对不对 刚才挺紧张的 因为好久没有清唱了 我的天啊 真的吗 对对对对 刚刚我的宣传就跟我说 乐容哥可能会要你清唱 他说 好啊上次签他要唱几首啊 就开始有点紧张 对不过还好 谢谢谢谢 好再来唱一首 这次好像FAR也帮你写歌吗 有有阿沁老师帮我写的两首歌 也帮我制作 是 有100万种清闻 跟一望天使 一望天使 你喜欢哪一首 100万种清闻 是我会比较喜欢 对因为它 它是我 好像我第一次唱这种 华尔兹的东西 就是三拍的 然后让我觉得 是 有幸福吗 有而且 而且是在阿沁老师的工作室嘛 然后是很放松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教会的朋友 是 然后就觉得 就很熟悉 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来唱这首歌 实在是因为你哦 嗯 应该是他其实 其实之前写了蛮多首 然后公司没有用 但是因为认识 然后很感谢阿沁老师又回去 又再努力 又再努力写 结果就用了这两首 是是是 所以非常谢谢他 那是他歌给谁用吗 不知道 对退稿的歌拿去给谁用 我不知道我也好想听哦 可是我跟你讲 你以后说明会听到啊 真的哦 所以突然在某一张女生专辑就听到 然后心中想说 也被你放到下一首 下一张啦 二叉 哈哈哈哈 自己想自己决定 所以你没有介入他们的恋情吧 没有啦 怎么可能 没有我随便问问了 对我应该不是阿沁老师 会喜欢的心 哦真的吗 头发也长长的啊 眼睛也大大的啊 又是教育哦 又很甜美 不会啦 先有好听 不会不会 到真的是的话就尴尬了 好 好 我们来听歌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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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万种亲吻 好 你哪一首可以不看歌词 这应该可以吧 嗯 在我的激将法之下 好 一百万种亲吻 比不上你一吻 味道是诚恳 是责任 是种永恒 一百万种亲吻 比不上你虔诚 是真爱要是开启了 最幸福的我们 一百万种亲吻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注意到 他唱这首歌嘴巴比较开 对 嘴型 然后也影响那个音色 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 为什么这首歌 你会用这种方法唱 可能他的字也有关 然后我在唱的时候 老师一直提醒我要很 就是你内心里面 心里面要甜蜜 就是你不是空的 就是你硬要把那个 幸福唱出来 对对对对 所以 那怎么甜蜜吧 我会笑 就是从心里面笑 很容易吗 其实我觉得 当艺人好像 都要常常这样 从心里 对对对 就想一些事情 让自己开心 譬如啊 快点跟他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不开心的很多了 自寻烦恼的也很多 其实我是还蛮容易 就是看歌词 就会有画面的人 如果真的要想到以前的事的话 要甜蜜 也有谈过恋爱 所以多少有一些些 有一些印象 是 所以你很容易入戏 就对看歌词入戏 呃 可以 就是我会先去念几遍歌词 就是把那个情绪念出来 就像在朗读一样 是是 那这一次的歌里面还有什么是 甜美系的 甜美系的啊 诶 诶 那个也不错 就是 有刘若英写的词 他是比较轻快 中版的歌曲 虽然他讲的是 不开心的东西 可是是 呃 你勇敢去面对这些 失去的东西 嗯哼 所以这首还不错 好我们来听听看 好 从今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个人过 你不必回头问我假装温柔不知所措 有一天相信你会怀念那个傻傻的我 拎着大雨等在你路口 忘了吧 曾经我们手牵着手说着以后 算了吧 你的承诺对我来说就像祈求 等那天你才真的看透我们 认真爱过 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还是朋友 诶 诶 我觉得你这首唱最好诶 真的吗 真的真的就越唱越 越放得开 有开嗓 有 开嗓了 那就多唱八首好了 是不是 哎呦剩下七首了啦 我已经唱三首了 多唱八首 把上一张主打歌再拿来唱 这次还有什么偏爱的歌 偏爱的歌 偏爱的歌 我们来唱难过的好了 好好好 有什么 嗯 我们都别哭 好好好 你喜欢吗 OK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它在第二波主打 我很喜欢这首歌 对 其实我收到这首歌我自己很感动 是 对 就是 还蛮难得的 嗯 嗯 来听听看 好 嗯 我们都别哭 伤心会浪费你的 呵呵 爱 微笑着悔苦 微笑着悔苦 有你那段路 短暂却幸福 它比较特别 就没有所谓 很好听 怎么突然就停住啊 结束了 啊 又接回主歌 大家一定要去找来听 对对对 我觉得很好听这首歌 这首歌很好听 嗯 文音真的很会唱歌 谢谢 过去的一年半 有做些什么特别 记忆深刻 然后又觉得很有收获的事 这一年半 其实我在老师 就是很多公司的同事也好啊 或者是圈内的朋友 鼓励之下 我去上了一些课 嗯 例如说我也去上了 阿庆的创作课 创作课 对 这是一个私下的课吧 没有 它在教会就是开班 然后是不收费 但是它真的很努力在教 是一周一次吗 对对对 每个礼拜一 但因为现在 没有办法去就没有 是维持了多久 有几个月吧 嗯 因为那时候 呃 我们都还好没有到很忙 就是录音 是 都在录音的节奏 都在录音的节奏 对对对对 只有我一个艺人好像 其他的都是 是词曲一起吗 它只教 曲或只教 它教曲比较多 然后词是 它可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经验 是 就会有要教功课吗 课堂上 所以你也有写曲了 嗯 还不到 其实大部分都是 因为我很菜 所以 他们会帮 他会请那个 人家帮助我 帮助 就同学们一起 两个一起合作 然后一起创作一个旋律 或什么的 我觉得很好玩 所以下一张有可能 我会努力看看 会收入文艺的作品 对啦 我绝对不要勉强 嗯 就是不是好像假装 为了要 我希望那个东西 是我真的有 有东西要分享 才把它写出来 嗯 嗯 那你觉得上那几个月 有什么特别的点 特别的点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 感觉是阿静交代 像你开了一些 什么样不一样的门 有有有 尤其在这次录音 我觉得帮助很大 以前我在准备录音的时候 方法都太太 太简单 就是唱 你会唱了 你就进录音室了 就是 以前都这样阿 就是你会唱 然后你也就 当然 你会去想 就是其他歌手怎么准备 然后制作人也会跟你说 像像Eason哥啊 到录音室 他有很多种唱法 然后你 他会丢给制作人很多种 然后让你去选 我就说哇 那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子学 然后还有像江慧节啊 他们那种都是一次OK的 所以自己也很想要 到那样的境界 那这次 但是我就不知道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那像阿静老师 他就会跟我们说 你听编曲的时候 要把它分开来听 其实你知道编曲 原来也可以分析 就把它分很多块 你先听鼓 再听钢琴 再听弦乐器 这些这样子就分 然后你可以抓到 哪一段的重点是什么 然后你的声音 再让它去配合你的声音 好 我觉得这个教法很棒 但是你要举个例子 比如在这张里面的什么歌 OK 你后来有真的在 在配Vocal的时候 有试着去调整 其实对 他讲的是一个方法 可是要自己去感觉 对 就是我现在反而我听demo 我不太听demo 我就听编曲 因为demo 你只要把它听会 然后旋律你记得就好 是 那只有旋律 对 然后你把编曲听很熟 你会有自己的东西 就变成自己的东西出来 就不会被demo影响太大 那这一张 你最喜欢的编曲是哪一张 编曲 我最喜欢的编曲 应该是一百万种新闻吧 对 其次 其次是 还有那个 听人自己也不错 因为他的动机不错 动机 我就说了老师教我的 说出了一个很专业的用语 这就是上方做客 和大家分享 什么叫动机 怎么办我不会讲 不行 你要讲 你不能只是quote他的话 你要说出来 你要跟一般的网友介绍说 什么叫做动机 其实我知道的是 课堂上老师 阿庆老师说 一首动机好的歌很难得 然后它是 一段的开头 是这样说吗 没关系你说 我又没有听课 我又没有听阿庆老师的课 怎么办 老师会很失望 他下次看到这段视频 他就知道你说对还是说错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啦 就是 对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 哈哈哈哈 怎么是音乐里面的动机 好啦我们再听一首之后就放过 哈哈哈哈 哪一首 嗯 其实我觉得够幸福了也不错 好 我来欣赏一段够幸福了 好 我生命中你可穿过的深刻 微笑平衡 慢慢我心态跳湿了 能接班却各自走着 纵然苦涩 谢谢 哇这首笔唱好好听喔 真的 谢谢 不错喔 好不放你走了啦 哈哈哈哈 其实也差不多唱完了 所以可见这张好歌很多嘛 对对所以很开心 就是我在网路上我听到我歌迷 他们是觉得 他们喜欢的那个比例都还蛮平均的 所以 不会像以前都 比较集中在 比较集中在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好事 所以他们公司有对你比较认真的吗 嗯 我觉得一直对我都很认真啊 都很用心 对啊同期的人都不见了 哪有 你们会不会联络啊 会很常联络 那怎么办 会不会有人跟你诉苦 坦白讲 他们也不错啊 神木宇童 我们自己公司还有千娜啊 对啊 而且他还 对演戏也那么厉害 我觉得是 但是公司有很认真的在抓住我们自己的风格啦 是这几个啊 有出片的啊 还有一些 也只有我们几个一起在同一个公司啊 嗯 对啊 好啦所以还是很喜福就对了 对对 非常喜 非常感恩 会想做别的事吗 做别的事 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想啊 什么 例如说 可是当然还是唱歌还是最希望啦 然后最近也很想 很喜欢跳舞 真的还假的 你要变刘真 第二 为什么 也不错啊 我是浮现这个 漂亮的 哦 可能会有差哦 女舞蹈家 哈哈哈哈 我跳比较活泼的东西 你不喜欢跳那种国标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跳 像那种 Girl Hip Hop那种 真的啊 对对对对 所以公司要让你走动感路线吗 没有那时候也是我发片前自己去上课的 公司帮我排课 然后去上 所以我就说 下一张你要 我觉得 慢慢从抒情转向 唱跳天后吗 我是觉得有一天应该会用到 所以我想先学 所以我才 四年了也可以去学了 对对对对 所以 嗯 会认真 嗯 嗯 下一次来 看到的时候就穿得 bling bling了 说不定 走的风格就不是这种 文青的路线啦 说不定 好 到时候这边要大一点 可能要翻滚啦 欸大一桌 我们Dance Flow都来过了 真的喔 不用害怕 彭韵燕也在这边跳的啦 OK 我们一定会清场的啦 看你能跳出 Rifle的手掌心吗 哈哈哈哈 好 好 请大家还是支持目前现阶段 温柔的梁文英 对不对 好 新专辑 要再介绍一下吗 叫做 情人知己 请大家多多支持 选择你喜欢的版本去购买 或者两个版本都可以收藏 好 谢谢 勇哥谢谢 谢谢大家